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今天是2021年6月5日星期六 卡尔加里连续一周出现了高温天气 白天温度可以达到摄氏38度 野间也在25度左右 这样的高温一般在卡尔加里是在牛仔节 也就是7月份的时候才会出现 所以今年的气候非常的异常 这块小菜地里种的是红皮和白皮的大萝卜 还有小油菜 这是4月中旬播种时候的视频 萝卜是半奈寒的蔬菜 但是它怕热肉汁根 最佳的生长温度是6到摄氏20度 播种的时候没几天就碰到了大雪 好在有地磨和暖棚保护 度过了发芽和幼苗的时期 卡尔加里过了最后的霜冻日 确实也暖和起来了 但是这几天高温 但是这几天高温带来了新的担忧 红皮萝卜的肉汁根已经可以看到了 但是如果持续高温它就会抽台着老 萝卜也就长不好了 现在看来萝卜的叶子倒还郁郁葱葱 今天下午气候骤变下了一场冰雹 看看一周的天气预报 高温的气候有所改善 爱好种菜的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随遇而安吧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见